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结束的时候,咱不是交代了吗? 今儿啊,咱们要讲一个清代的拆迁故事 说实话啊,这拆迁一词啊,我个人认为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儿时的时候啊,没听说过这么俩字 在我记忆中啊,那会儿拆跟迁这两个字啊,应该是分开搁着的 当然,现在这两个字啊,它就更神秘了 听说啊,因为这两个字还发生了不少群体事件 关于这个社会问题啊,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还是接着上文书,聊这个清代初期的北京城这次拆迁 说书不跑题啊,虽然咱们聊的是拆迁 但是这个拆迁啊,和八旗有关 那么这次拆迁是在什么时候?顺治五年 那一年啊,是1648年算起来啊 这满洲人刚进北京城也没两年 我们知道啊,这清代统治者啊,在关外的时候是全员八旗制 清朝入关以后,就把所有的八旗全员带到了北京城 这么一来就得给这些八旗找住的地儿啊 那么住哪呢? 哎,这个顺治皇帝啊,就看上了北京的内城了 这北京城内外城的格局啊,可不是清朝人时候定的 他明朝时候就是这样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这个明朝的时候建这个外城 他就圈了南边这一点的地儿呢? 嗨,他一开始啊,是想把北边都圈上来着 不是见到半唠唠的,没钱了吗? 今天这段书咱们主要讲的呀 它不是这个内外城和北京的城门 咱们在这儿啊,只是稍在手上的提一下 那要是爱听的哪天啊,咱们单播出一个系列来 咱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北京城四九城 顺治皇帝是这么琢磨的 他要把这些八旗啊,安排在皇城以外 内城以里,这块地方 要说明朝的时候啊,这块地儿他住着居民呢 全是汉人,拆到哪儿去呀? 拆到外城去,也就是南边的前三门以外 那么就只有这拆迁一条道了 前三门,就是北京内城南边的三座城门 分别是啊,崇文门、正阳门跟宣武门 这内城的一圈啊,有九座城门 他们分别是正阳门、宣武门、西边门、府城门 西志门、德胜门、安定门、东志门、朝阳门 还有崇文门 清廷啊,要把所有这个圈里的汉人 都牵到南边的外城 南边的外城,当然也有一圈城墙了 除了北边内城的前三门之外 从东守啊,分别是东边门 咱缓一闸啊,什么叫边门啊? 这边门啊,就是挨城墙上直接掏一窟窿 没城门篓子 东边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边门 这七座城门,再加上内城的前三门 围着的就是外城 按老百姓的话说呀,这也叫做南城 您所熟悉的宣南文化、会馆文化 戏台九色、花街柳巷 包括现在一提起来都赫赫有名的那些老字号 这些个呀,都在南城 那么,这皇上一声令下说拆迁 这老百姓他乐意不乐意啊? 还行 因为这个朝廷啊,给的拆迁安置款啊 还是相当丰厚的 这拆迁款是按什么结算啊? 按你有多少间房? 它不跟现在似的 按面积,按人头 实际上我认为啊 如果说从平房拆迁至平房 以房屋监数作为赔偿标准是正确的 因为拆的是你的产业 赔的呢,还是你的产业 这里边啊,没有人情在 那么这一间平房 大清国朝廷给拆迁户赔多少钱呢? 文银四两 咱们今儿啊,不聊那复杂的话题 咱们不分析这一两银子在顺治潮的购买力 总而言之,您记准了吧 这四两银子拿到南城之后 买地盖起一间房来 绰绰有余 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 这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叫一间房 这么着吧 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咱们以北方民居为例 您从正面看这一栋房子呀 您就数柱子 它有多少根柱子呢 上边呢,就有多少架梁 哎,它其实那不叫梁 搁咱们北方啊,那叫坨 这两架坨之间呢,加的就是一间房 在中国北方啊,通常这一栋正房啊 有六架坨,就是五间房 这城市里呢,人多地少 也有啊,这个一栋北房,盖三间房的 当然了,这北方民居啊 它不光有这个正房这么一说啊 它有东乡房,西乡房 跨院,尔房,倒座房 门楼,车马院,通通算上 只让您是两个坨夹在一起的 这么一间房,就给您四两 我实在是没查出来啊 这个瓦房跟灰棚是不是一个赔法 但是,据说这四两银子 是盖瓦房一间的价格 那有人说这大户怎么办啊 富商巨股,人家盖的都是高楼广煞 那您这朝廷也是四两银子一间吗 这四两银子呀 说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小房 这些个富商巨股的广煞呀 丹辽从朝廷所搬下来的明令 就能看得出来 顺治五年的时候 拆迁刚一开始 朝廷就搬下一道明令 除编入八旗的汉军外 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 一律迁往南城 本身七身横宇 拆去虫盖或许卖掉 户部公布查实横宇金数 每斤赠予四两银子的赔偿 您瞧了吗 这明令上不说了吗 大房子大楼的 您可以把这材料都拆下来 南城再另盖去 要不去呢 您可以把它卖了 卖谁的呀 那靖官的齐人 他里边也有身份显赫的 齐主王爷 满洲大臣 参岭左岭 这有钱的不是多了吗 并且呀 这朝廷还琢磨了 这么大规模的动签 拆迁官员 所经手的银钱 又何止百万千万呀 这万一起了贪磨的心 那损失的必然是老百姓 必然是朝廷 于是这朝廷第二道明令又下来了 赔偿银 需由各拆迁户 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 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 以防止这些官员 聚连淹没拆迁赔偿银粮 不但如此 顺治皇帝也非常关心 这次拆迁的事宜 曾经多次下旨 细则拆迁的办法 他说这个拆迁款一定要先赔 必须是现银支付 拿完钱之后 只要在半年之内搬走就行 不得随意催促 就这么着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 在京城搞的这次拆迁 本来是极易激发民愤民变的 没想到就因为拆迁政策的温和 稀释宁人了 两个月没用朝廷催促 所有的汉人搬出了内城 迁到了南城 这呀就是被称为史上最温情的一次拆迁的 顺治朝 京师 汉人迁居 对呀 咱们聊的是八旗 光讲这拆迁可不行 那么这顺治皇帝 为什么要把汉人迁出 让满人住进来呢 还是那句话 中国自古对首都的态度啊 就是居重欲轻 把这些能打的八旗将士 安排在自己身边啊 皇上他踏实不是 这还有两点呢 光公了说呀 这满汉杂居呀 容易出现矛盾 到时候啊 这治安问题不好解决 光撕了说呢 这皇上不想啊 让这些八旗兵 沾染上汉人懒散的生活习惯 皇上知道啊 如果安静下来 这京城必然是繁华之地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温柔乡啊 他必是英雄种 九四茶馆 戏楼柳巷 这些个东西 若挨着八旗兵营 那场死下去 这些兵还好得着吗 这以后 若是边疆出了战事 这镇还指望着 这些八旗兵竟呢 所以啊 这满汉分居 是皇帝唯一能想出来 保持八旗兵战斗力的办法 那么说 这是清代皇帝发明的吗 不是 您查去 刘史地理志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在刘上经 哎 就是现在内蒙古的这个 八林左旗附近 您要是到那儿啊 还能看到这个遗址 这城啊 也是分两半的 这北边呢 住辽人 契丹人 以及啊 铠甲武士的兵营 这南边呢 住的就是汉人 渤海人 还有回汇 在辽代那时候啊 它也是北皇城 南汉城 那有人就说了 这看书能看明白 到遗址也能看明白吗 哎 不信您看去呀 在辽上经啊 南城的遗址 全是房积遗址 您到北边一看啊 就不一样了 那儿啊 除了这皇城之外 地下呀 全是森河图打的 一个圈 一个圈的 这是什么呀 这上边原来呀 扎的都是帐篷 住的都是兵啊 还有很多学者考证啊 这北方少数民族 建立的城市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局 当然了 这就得需要您去考证了 我没见过那么多的市面 没去过那么多的成员遗址 其实呢 这件事情 搁到现在也是如是 您啥时候见着 这个小区边上 他就是兵营的 清代的统治者呀 眼里边 这些八旗的旗人们 首先是兵 其次 才是民 那么这城也搬空了 房子也腾出来了 这八旗 是怎么安置的呢 为了您听着方便 和以后咱们说书也方便呀 咱们这回呀 说这个八旗的筑地呀 咱们不按圈说了 咱们呀按左右翼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旗人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他们本来就爱分左右翼 打仗也分左右翼 住房也分左右翼 咱们先说左边 从最尊贵的 襄皇旗开始说起 襄皇旗在安定门内 整白旗呢 在东支门内 襄白旗朝阳门内 整蓝旗重门门内 这个呀 咱左边就说完了 说完了左翼啊 咱们再说右翼 还是得从北边说 右翼第一个呢 就是整皇旗 在德圣门内 整红旗 西之门内 襄红旗 府城门内 襄蓝旗 宣武门内 咱们举别的例子呀 也不好举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达官显贵们呀 皇次的宅子 他不一定啊 就在本旗的筑地内 哎 我想起来呀 有这么个名人 还是旗人 不是达官显贵 并且一直就住在自己 本旗的旗地 谁呀 老舍先生啊 您看啊 这老舍先生呀 他们家住在西之门内 那儿就是整红旗的筑地 现在的新街口 小羊圈胡同 对 就是他那个书里 四日同堂 旗地就住在那儿 您看这件事 他就非常合谣性 这老舍呢 是整红旗的人 他们家自然就住在 西之门内 整红旗的筑地 还有一件事啊 我得跟您交代清楚了 以免您呢 有一万 这些个筑地呀 不分满蒙汉 只要您是旗人 不管是这个满洲 还是汉军 还是蒙古 跟着您的旗走 整红旗的所有旗人 都住在西之门内 但是各参岭 左岭 是都住在一起的 这样呢 也是为了方便管理 今天咱们简单的聊了聊 这清代旗人 在北京城的筑地 明天这段书啊 那是相当有意思了 我这个说书人啊 都比较期待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要聊一聊 这九门提度 他为什么管不着 九门